这个是五花指 五花指指量比较好 就只吃牛肉火锅 算个五花指 这烤串吃的都这么精细 潮汕接洋 开在菜市场旁边的人气牛肉店 今天仨人230 烤着吃的啊 每次来潮汕 都是吃蒜的 这有一个烤牛肉 我的天哪 这么多人 老板 先点还是先做 先点 牛语心 哎呀 认识我啊 那你推荐一下吧 牛腱子 这个是五花指 对 五花指指量比较好 牛舌 吊龙 可惜了生口狼卖完的 它这个是按筋卖的牛肉串 你选完串之后 称重 在这里边 可以可以可以 就合个赵 好呀好呀 你就本地人 新疆的 这边牛肉 又便宜又好吃 然后味道又足 快又大 肥牛一斤85块 一串平均下来的话 是6块多钱 嗯 烤的火是很轻的 就只有皮上有一点点微焦 别人腌过 还会带一点甜口 就有一点像沙爹 包着这个生菜吃 吊龙 价格一样啊 肯定是比肥牛要瘦很多了 毛细状的这种脂肪夹在瘦肉之间 牛舌和五花指是100块一斤啊 这个是牛舌 嗯 脆的口感主要还是食材新鲜 烤五花指 很多人应该都没吃过 就只吃牛肉火火算个五花指 五花指吃的都这么精细 这五花指好吃的地方就在于 口感很脆 弹牙 跟其他几个腌料都不一样 这是辣的 潮汕牛筋丸 差不多6块钱一串啊 真的不太像烤的 很像炸串 烤串的话呢 它为了保持这个肉的嫩度啊 吃到它最佳的口感 所以说它都是轻轻拿火了了一点 没有那个烧烤的那种炭香 干锅牛杂50块 小份啊 我点的是沙茶的味道 咸口为主 这个牛杂也没有腥味 处理的非常干净 蒜香 酱油香 辣椒和洋葱 特别提味 来这边可以尝尝 跟我们北方烧烤区别非常之大 这个不是炭烤 电烤串的那个感觉 就是撩熟 你们会不会接受啊